1807年,英国费奴主义者成功结束了英国的奴隶贸易后,非洲协会成立,该机构的成立是为了成功的为西非塞拉利昂的自由民创建一个可行的文明避难所,而前塞拉利昂公司在那里失败了。 该组织由詹姆斯·史蒂芬和威廉威尔伯夫斯领导,非洲协会与塞拉利昂公司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 1.非洲协会于1807年英国费奴主义者成功结束英国奴隶贸易后成立,该机构的成立是为了成功的为西非塞拉利昂的自由民创建一个可行的文明避难所,而前塞拉利昂公司在那里失败了。 2.非洲协会由詹姆斯·史蒂芬和威廉威博福斯领导,由于英国费奴主义者的努力。 英国的奴隶贸易于1807年结束,他们成功游说英国议会通过了1807年奴隶贸易法案,废除了大英帝国的奴隶贸易。 3.非洲协会成立于1807年,是英国塞拉利昂公司的继承者,该公司未能为西非塞拉利昂的自由民创建一个可行的文明避难所,詹姆斯·史蒂芬·James Stephen,1758-1832年和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1759-1833年是两位著名的英国费奴主义者,他们在非洲协会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1807年,英国费奴主义者成功结束了英国的奴隶贸易后,非洲协会成立。 该机构的成立是为了成功的为西非塞拉利昂的自由民创建一个可行的文明避难所,而前塞拉利昂公司在那里失败了。 英格兰全区费奴和阶段费奴协会在废除英国奴隶贸易中的作用是继续非洲协会的工作。 该协会成立于1807年,当时英国费奴主义者成功结束了英国奴隶贸易贸易。 该机构的成立是为了成功的为西非塞拉利昂的自由民创建一个可行的文明避难所,而前塞拉利昂公司在那里失败了。 该组织由詹姆斯·史蒂芬和威廉威尔伯福斯领导。